一名匪徒为了让职员放下戒心 竟然男扮女装进入便利店后就露出真面目 拿出力道威胁职员 还把整个收音机都抢走 但是匪徒齐莫多准备逃跑时 被一名见义勇为的司机开车撞倒 尽管如此 匪徒最终还是成功逃跑 这个事件相信是在日前下午3点多 在沙拉越古今的石角新市镇某便利店发生 社交媒体上流传一则42秒的视频画面显示 这个匪徒戴着头盔背着背包 全身女性装扮 洋装顾客进入便利店后 看见无人守在柜台处 便迅速地抢走收音机 在场的一名女员工吓得目瞪口呆 不敢制止 带匪徒逃到店外才大声呼救 彭亨文东一名85岁的华裔老翁 因为护狗心切 阻止执法人员抓狗时突然暴毙 引起全国爱狗人士的关注 其中一名爱狗的房地产经纪杨万祥指出 愿意照顾死者黄运红的爱犬医生 这一只爱犬名为大理水手Popeye 在主人拼命维护下安然无恙 却因为过度惊吓而非常敏感 中国报记者今天和一名爱狗人士 到死者的灵堂哀悼 同时探望死者的爱犬 发现他对陌生人废格不停 杨万祥说 不管有没有人捐款 他都乐意收养Popeye 但是条件是有人可以把他送到